这是一对很特殊的龙凤胎新生儿 因为当宝宝出生后 他们的父母却被医生告知 这两个孩子并不是双胞胎 而是兄妹 一个肚子里孕育同时出生 怎么就不是双胞胎了呢 医生解释说 两个孩子既不是同卵双胞胎 也不是一卵双胞胎 而是同期复孕 同期复孕是指当女性第一颗卵子在受精后的48小时内 第二颗卵子也进行了受精的情况 同期复孕发生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大约只有百万分之一 也就是说 一百万个人里面才会有一个女性发生同期复孕的现象 虽然孕妈同时生出两个孩子事件喜事 也免去了后期生二胎的烦恼 但医生却认为 女性最好能够避免从孕的发生 因为这会给宝妈和孩子带来隐藏的危险 对于妈妈来说 突然从单胎妊娠变成双胎妊娠 快妊娠高血压等并发症的概率比原先要高三到四倍 而妊娠期胎内胆质于肌症发生率上升两倍 子宫还会因为过度膨胀导致产后供缩乏力及胎盘腹着面积增大 更容易发生产后出血 对于胎儿来说 羊水过多发生率增至12% 一发生胎膜早破胎盘早波且软肆体异常发生率也较高 早产风险也高 容易造成低体重儿 流产发生率是单胎的二到三倍 由此可见 复孕有时并不一定是好消息 因此孕早去同房依旧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无论是不是龙凤胎 毕竟在一个肚子里相伴了十个月 其中的感情 过气也是普通兄妹无法比拟的 这一幕真的太有爱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产房里龙凤胎宝宝出生的瞬间 我就知道 第二天 букв公斤 你每个人都大阴 我都大阴 我们费为你 你欣不合计 谢谢我 你别吃 等一下 你需要为小人开给 儿子前面做饭 儿子一起 人们总会绕我绕 绕我绕 绕几千里路 夜望向归途 趁着火梦香烟吹 有夜空漂浮 抓一颗流星座 你无人的幸福